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暖谷 今天全英国的老婆都很忙 有什么忙? 忙着拍照 拍什么照? 不是拍你,也不是拍我 是忙着对着一个死物拍照 对着他家的Gas Meter 还有那个Electricity Meter拍照 和他拍沙龙 对, 和他拍沙龙 那究竟为什么要和他拍沙龙呢? 今天事不宜遲,我们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又是松仔仔 欸呀 是鬆仔仔仔仔 唉呀 我比你做得好暖 其實這個頻道是說甚麼 我看牠經常會暖粒 那我的頻道是叫鬆仔亂的甚麼 哈哈哈哈哈 今天是收到超级多人PM问我 松仔,我想问你我家的煤气标在哪? 我说,蛤? 我怎么知道你家的煤气标在哪? 在你家里咯,应该断猜不会在我家里吧? 因为今天是3月31号 原来英国4月1号将会将price cap 之前不是有几集讲过的 调整 调整,对了 就会高成690几币 在price cap调整之前 就很多网页、新闻 叫大家,建议大家去拍下你自己的煤气标 就拍下你自己现在的毒素是多少 In case,第二天它调高了price cap之后 就乱收钱 所以很多人就PM问我 松仔,我想问这个是煤气标 还是这个是电标 屋的门口的旁边 即是前面的墙 有两个白色的箱 或者是一个黑色 一个白色 或者是两个黑色的 或者是gas meter在地上的 就是用一条三角时去开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准备好给大家看 三角时就是这样的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三角形 你看到的 那个屎孔就是一个三角形 你插下去扭开就可以打开了 不过呢 通常那些box 如果旧的那些 根本里面那个屎孔 已经滑了 又或者那个 那个垃圾已经断了 有时就这样打开 有些用膠纸黏着 什么千奇百趣的东西都有的 总之那个meter 就一定是在这些box里面的 如果是旧楼的话 就未必在外面的 一般旧楼都在里面的 那里面通常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就是一个楼梯底那里 楼梯底那个柜 就最容易藏起那块的 或者是门边 譬如你一走入屋 门边有一些柜位 一些鞋底柜位 揭开你通常都会看到 这些gas meter 或者是这些 electricity meter 有些呢 就会在一个天花板那里的 通常都是一入屋 那些很旧的 一入屋 有天花板右上角 有一个meter 那你现在看得到我的看漏片多 你都会 有时都会见到的 那我想问 松仔 怎样分 哪一个是gas meter 哪一个才是电 meter 那其实很容易分的 是不需要 看着那个东西去猜的 因为上面呢 有几个number 或者几个英文字母 是可以分得开的 第一 如果是一个gas meter的话 gas的量度单位呢 就是cubic meter 即是m 然后右上角有个三字 就是m cube 那这个是gas的量度单位 如果呢 你是一个电的话呢 那它就是kilowatt的 就是kwh kilowatt per hour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电的量度单位 那所以呢 gas呢 就是以每立方米去计的 m cube就是立方米 电呢 就是kilowatt per hour 这样计的 所以呢 你只要打开个meter 你看到它写着kwh呢 那就一定是电的 如果写着m3的话呢 那就一定不是跑车 就是gas来的 是的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打开个gas meter的话呢 通常的gas meter左手边呢 都会有一个大阶的 那个大阶呢 就是让你把全屋的gas 关掉或者开掉的 那如果你关掉那个大阶的话呢 你全屋所有的gas 会立刻切掉的 那通常的电 meter呢 都会有一个大阶的 那你又可以开了它之后呢 就全屋都会断电的了 那所以呢 你那个阶呢 整间屋的总阶 一般呢 都是在一个gas meter 或者是在一个 Electricity meter那边的 那好了 讲回抄标先 那因为今天呢 超级多人呢 跟那些标影写真 影完写真呢 还要upload上去 这个energy energy的website啦 就导致到大量的energy website 是crash了的 根本就upload不了 那所以你想up都没用了 因为已经是crash了 那现在陆续呢 会回复正常 那可能要等少时间 那我相信就算你迟了一天半天呢 你upload之前那个呢 它都应该会接受的 那但是呢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不是全部屋的meter 你都需要去抄个标的 因为呢 现在有很多屋呢 已经是转了做smart meter smart meter 就是你家里有那个东西啦 那东西呢 已经是显示了 你每天是用多少gas 用多少电 已经告诉你 而且是在计算多少钱 那些数据呢 已经是会自动传回去 这个gas和electricity的公司的了 那所以那些smart meter 装了smart meter的家里呢 是无需要呢 是去抄标 upload上网的 不过sky的news里面呢 有些专家都说呢 in case 你知道啦 英国的客服是匪夷所思的嘛 那所以呢 in case 要保障你自己呢 那我都劝你呢 是去拍一张照 不需要upload上去的 但是如果你收到 把电费单或者gas单突然 一声升了上去 或者标得很离谱啊 或者和你之前的读数是有出入啊 那你就可以拿着这张证据呢 就和它拗数了 那但是呢 你如果是smart meter呢 你就无需要upload上网的 一般来说呢 newbill的meter呢 就已经是电子化 digital了 就不是跳字那种来的 那你按着了它之后呢 螢光幕呢 里面会显示 at least两个数字 一呢 就是你用了多少钱 二呢 就是那个meter的真实reading 那通常呢 如果你in case 有任何的争议呢 那你两样东西呢 都拍一拍张照 另外呢 就是make sure呢 你拍了那个bill下面 那一行的serial number 就是代表那个meter 的serial number来的 in case呢 他要问你 喂 你这个reading究竟是哪里来的 那你可以给到答案 他因为呢 每一个meter 都是他自己独特的编号的 那这个编号 就是用来给 这个energy公司呢 去辨认 究竟哪个meter 打哪个meter 那为了确保呢 你自己submit的reading 是最准确的 得到你的bill也是最准确的 那建议呢 每一个月呢 你都上去他的网页那里 去你的account那里呢 是submit你自己的reading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 基本上呢 他就会估你用多少 就是 你有没有试过去supermarket 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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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实在太多有断股 没有痛苦 英国已经本身是一个 经常喜欢断股的民族 你还要给一个这样的权利去断股 说他真的可以断股股 所以呢 大家呢 如果为了 越准确呢 就是要submit得越频密呢 那他就会很准确 那当然啦 你不要说 我星期一又submit一次 星期二又submit一次 星期三又submit一次 当然没死了 那不是的 OK 你这样会搞乱他的system的 而且应该都不会给你这么密 应该不行 最多是一个月一会 那就不要再频密 这个frequency就可以了 我记得小时候 刚刚买房子 就不是很懂得 submit这些reading 租楼那时候也是的 就是乱来的嘛 那时候是 又没有internet 没有那么发达的嘛 所有东西呢 是你要打电话 去submit的 那时候那些reading 所以就变了 他很多时候出来的那些bill 是真的完全断股的 那可以说的是三个月呢 是撑了一百多磅的电费 或者撑了一百多磅的煤气费 那不一定是多了 有机会少了 那以前小时候就很愚蠢的 想着少了 是吧 少了那就省了 那就骗了 骗了他这么多电费 煤气费 那我不用给了 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呢 始终呢 他都一定要你 submit一个真的reading 给他的 他可能不会加 譬如半年至九个月呢 他就会寄信来 逼你呢 submit一个reading 否则呢 他就派个人来搞 就来 问你拿啊 各样都有的 那到时他才发现 原来你差那么多呢 那你一下过 要给那么多钱 他还可能再加上罚款呢 那就更金的 那所以呢 吸收过这个教训之后呢 我就觉得呢 你越准确呢 是越稳妥了 我前两天啊 都有人敲门 是Octopus的Celsi 他说他是Octopus的Celsi 那怎么样 那就过来问一下 我现在的那些 Energy状况如何啊 那我心想 难道我说 给不起你 你帮我给吗 但是他跟我谈一会儿 然后他说 现在其实都不可以 转 supplier 的了 大部分都跟你说 那他来是怎样的 他来找你转 supplier 还是怎样的 不是 我想他的原意就是 当他可以接生客 那时候呢 他就拿好这些 information 到那时候 你一次过发光出去 哦 他是问我拿email那些东西的 据我所知呢 有某部分地方 那些new build 是已经不可以 register做new customer 的 直接是那些sales 跟我说 如果呢 那个新的业主呢 想要register 那他进去主 一定要的 一定要register 不行 没有 那怎么样 没有 不能register做新的client 那他教我这些客人 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take over a tendency ok 或者呢 你是 总之你move in 就 入了那间屋那里住 就take over 那间屋的 那个account 是的 那个account 就不要告诉你 你是转了owner 然后呢 要重新register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电力和煤气公司 是不接新客 就好像NHS那样 有些地方 满了页 他直接不接 他不接 他不接了新的case 所以呢 你要用一个旧的account 去做一个新的屋 就是你唯有 只可以用回原本 是的 因为那些发展商本身 有和他们register了一堆account 是的 是的 那就要用回那些account 来去做那个电和煤 就是硬色 是的 就是没得改 也都没得去自己选用哪一间公司 你只能够说是用回那间公司 那当然他应该有些plan 给你选的 但是详细就真的要 get into 去真的change over 的时候才会知道 但是呢 他说你要跟他说 你take over a tendency 就不要跟他说 我要register新的account register新的account 就立即盖你 你take over a tendency 那他就会帮你处理 那如果我进去 我说错了 我说要开新的account 那他说没有 那怎么办 那我就立即在家屋变成这样 讲笑而已 怎会这样 最多就再打一次电话去 你知道的 他们甘雨的就是记忆的 你这头打完 那头他就不记得了 所以你再打过他 那你是谁 我不知道 那是不会的 因为他有太多人做事 你是不会跟同一个人说话 所以你只要再打过去 就已经会解决过问题 那有些朋友说 松仔 你4月1号就是deadline 你4月1号才告诉我 那真的很麻烦你 其实不用紧张的 因为呢 他现在的website 很多都down了 那你只要你那张照片 拍完你告诉他 是3月30号拍的 那应该ok的 或者你是submit上去 那个电话那里 那些app 都可以submit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亦都需要做的话 那就真的尽快了 因为时间不多 我想他会有一两天的 走盏位给大家 但是4月1号submit会不会出事的 你们以为你们真的submit了那个相 那个metereading 写着successful是不是 傻子来的 April Fool来的 我们不只是加价那么简单的 我们完全不理你之前是多少钱 总之就要给多些钱 所以大家快点赶紧去submit 希望他不会是愚人节玩你 说他submit了 原来是没有submit到的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Anyway如果今集的影片 可以帮到大家的话 那大家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钟仔 就知道我下次何时出片时间 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